好 這樣子輕輕的把它放在盆子的旁邊 在老師的指導下 參加的小朋友跟家長 大家一起動手DIY 經過大家精心的設計 每一盆多肉植物的盆栽 都顯得既可愛又別出現材 以前對多肉嘛 就是比較完全就是很陌生 今天讓我們老結到一些多肉的廠室 然後就是還有就是這個多肉的盆栽 還好做起來真的很可愛很療癒 因為多肉組合的裡面 它就是小小的盆栽 讓它有一個層次感 然後讓它有一個豐富性 在一個這麼小小的範圍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讓它能夠 就是一個大世界的一個小縮緊 然後讓大家能夠沉浸在這個小小的 那個一個景觀裡面 暑假期間中療象的永康國小 為讓學生了解多肉植物的特性與類別 並促進親此感情 特別與圖書館合作 一起推出多肉植物的教學與種植 讓大小朋友們 除了可以更加認識多肉植物外 也能夠帶回可愛的療癒盆栽 那參加的小朋友 還有社區的家長還有民眾 都非常的開心 因為暑假畢竟小朋友就是一個很休閒放鬆的機會 然後圖書館這個活動呢 就是讓小朋友體驗到 就在這個植物的盆栽 他們認識植物 而且呢自己呢也可以動手DIY 就充實他們的假期生活 那我們也邀請了社區的家長還有民眾 到小一起協助小朋友 進行這個活動 就連幼兒園的小朋友也一起參與這個活動 就小朋友的暑假生活會更加多才多姿 中療巷圖書館館長張宥倫表示 這次主要是搭配縣府文化局暑假閱讀放一下的活動 在炎炎夏日當中 讓小朋友有一個學習的去處 並結合中療巷農業專區的推廣 以多肉植物來吸引小朋友一起來學習 我們搭配我們中療巷的休閒農業區的一個做農業推廣 那也讓小朋友他們有興趣 來了解這個多肉植物的種植 多肉植物的話 相對於其他植物是比較好去照顧的 對 那讓小朋友在種植的部分 看到多植物的成長 也會比較有一個興趣這樣 校房表示 這次參加的小朋友及社群民眾都很開心 圖書館這次的活動 讓小朋友更認識植物 並度過一個充實又有創意的一天 記者洪一輪中療採訪報導